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第二期节目中迎来了一个素人学员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太像周深了 无论是个人气质还是声音和唱法 都跟当年的周深像极了 汪峰这样认为 吉克军玉这样认为 连周深的老师纳英也这样认为 这个各方面跟周深很像的学员叫于空 来自广东梅州 最终凭借一首恰好 获得纳英和李克勤两位导师的转身 在抢人环节就有意思了 纳英是周深的老师 李克勤跟周深在我们的歌舞台上 有过密切的合作 所以表面上看两位导师都有戏 最后的结果是于空选择了李克勤战队 大概因为广东学员都喜欢选香港导师吧 纳英对于于空的选择颇感意外 认为跟周深很像的于空 更应该去到他的战队才对 所以感叹了一句 我跟周深的关系还不够好吗 这句话一出也遭到网友们的吐槽 你跟周深的关系真的好吗 众所周知 当年周深参加好声音的时候 还是一个出出茅庐的毛头小子 颜值不出挑 唱功方面也没有现在这样完美 而在纳英战队16禁8比赛中 纳英就把周深淘汰了 紧接着在8禁4合比赛中 刚刚战胜周深的李维也被淘汰了 纳英这样做其实是有私心的 他就是想组成四朵金花战队 所以周深当年被淘汰不是因为实力不济 而是因为输在了性别上 包括赢了周深的李维也是一样的 正是因为纳英淘汰了周深 所以这些年一直有很多人都在抱怨纳英 而在多年以后 周深也在贵人的赏识下 凭借自己的实力大红大紫 还当上了创造营4的声乐导师 可以说是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纳英说 我跟周深的关系还不够好吗 很多网友当然是不相信的 如果纳英和周深的关系真的很好 为什么当年要淘汰他呢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奇葩的理由 淘汰了周深 我记得纳英当时的原话是 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 这就奇怪了 纳英竟然更喜欢李维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不提李维一下呢 总不能说看到周深火了 你纳英就随处提周深的名字吧 有人说 周深跟纳英的关系一直很好 周深并没有把当年纳英淘汰他的事放在心上 并且两人还一起上过节目 周深没这么傻好吗 难道他要逢人就说纳英当年淘汰他 害得他缠绝了这么多年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 那谁还会喜欢周深 娱乐圈嘛 都是真真假假 假可能要多于真 明星之间不都是喜欢商业互吹吗 所以当纳英说出那句 我跟周深的关系还不够好吗 的时候 我就扑斥笑了 纳英这句话怎么好意思说出口 当年一个狠心被你淘汰的人 你说你跟他关系好 反正我是不信 汪峰的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你纳英得聊跟周深的关系 纳英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我跟周深的关系还不够好吗 但他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为啥 因为心虚啊 不然他怎么不像以前逢人就提梁博 张碧晨那样提周深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好声音来了个小周深 纳英点评得罪人 李克勤会抓人心 中国好声音第二期如期而至 既让人有点小期待 也有点小激动 从上一期的六位选手就能看出 这一季的学员的质量很高 创作型的歌手很多 唱将型的选手也不少 在第二期节目中 引起大家注意和广泛讨论的是 一名叫做于空的选手 于空出身戏曲世家 母亲是国画艺术家 父亲奶奶和爷爷是汉剧演员 他从小耳濡目染 对戏曲十分感兴趣 在于空开始演唱前 不少人以为于空只是一个 出身戏曲世家 唱功了得的音乐博主 但谁知道 他一开嗓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类型跟周深太像了 别看于空是一个男生 一开嗓出来的却是千禧的女生 声音好听 转音很漂亮 气息很稳 一听就知道于空的演唱功底很扎实 于空刚一登场 谈幕就在说很像周深 就连还没有转身的导师们都在说 感觉像是周深那一挂的 所以于空被大家说是小周深 盲选环节中 李克琴和纳英纷纷转身 其后吉克俊逸和黄霄云转身 在劝说环节两人都各说各自的导师 黄霄云劝说汪峰的时候夸了于空 说唱得很好 控制力很好 很可爱 吉克俊逸在劝说李荣浩的时候 说有点像周深最初的时候 很普通 戴眼镜 小男孩 个子不高 但两人都没有转身 所以最后是纳英和李克琴 抢夺于空 既然话题都在往周深身上说 那么点评的时候 导师们自然也会提到周深 汪峰第一时间就说 肯定有很多人跟你说 这个比较周深的特点 于空自己也没有否认 并且表示能把自己和周深对比很开心 周深是他的偶像 这样的发言让人觉得于空的情商很高 既没有自大的同时 也很巧妙地回答了汪峰的问题 不至于让大家反感 觉得他在蹭热度 但纳英的评论却是有点得罪人 他直言 刚刚我跟碧晨听到你唱 比周深结实厚重 特别是爆发力 每一个咬字的东西很特别 与众不同 为了抢人想要夸对方 表达自己的喜欢并没有错误 更何况 于空唱功的确很好 唱法的确与众不同 很特别 但是把于空跟周深进行对比 话语中还有点说周深不好的意思 就让人反感了 纳英说这话有点得罪人 为了抢学员而得罪人 有点欠妥当 比较于纳英的点评 李克勤说的话就让人很舒服 李克勤也提到了周深 但他没有直接说周深的名字 而是用你说的那个男歌手来代替 熟悉秦深深的人知道 李克勤是刻意这么说的 随后李克勤说 我跟他周深的声音是蛮配合的 我很了解他 其实你就是你 他就是他 这一句话告诉大家几个讯息 李克勤和周深很熟悉 两个人声音很契合 同时表明自己的观点 你就是你 他就是他 你们不同 李克勤这一句话表明了自己立场 并且直接抢人 后一句话就值得大家寻味 李克勤讲到自己的经历 他提到自己刚出道的时候 被很多人说唱得很像谭永林 所以对于空来说 现在很多人说他唱得像周深 其实也就是他尽快要摆脱的东西 李克勤的这段话令人恍然大悟 当所有人都觉得你于空向周深 模仿周深 走的是周深的路时 只有李克勤在告诉你 你跟他不一样 你要做自己 你要摆脱周深的影子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这样说 李克勤没有人云亦云 也没有顺着大家的话说下去 因为他知道于空和周深完全不一样 其实仔细听于空唱的歌 大家不难发现 于空的唱法是细腔唱法 这是从小到大受到家庭影响 以及锻炼出来的 而周深是美声唱法 天然的天籁之声 加上后天学习美声 从而有了周深的独一无二 周深和于空不一样 虽然都是男向女声 但都有各自的特点 正是因为看出了这一点 李克勤才会说可以帮助于空 也可以合作出更多的舞台 最后于空选择了李克勤 不得不说 他的选择很明智 一来两人的音色会很契合 二来可以帮助自己成长 相信在李克勤战队 于空可以如愿以偿地 见到自己的偶像周深 也能唱出自己的特色 你觉得呢 那么便能唱出自己的特色 回应看 未经许回应看 未经许回应看 哪个词